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今天给大家聊四个真实的感人故事 这则真实的历史故事记载在唐代广义记里 故事的主人翁是刘延辉的父亲 他曾担任胡州刺事 刘刺史在任内 下属在银坑里抓到了一只身长一尺的大龟 下属把大龟献给他 群官也都来庆贺 众人还说 吃了这龟对身体大有益处 甚至还有人奉承说 吃了可以长寿一千岁 刘刺史谢过下属 推说自己不是能吃此大龟的人 随后他亲自骑马把大龟送去放生 十多年后 刘刺史离开了人世 儿子刘延辉担任房州私事 掌理公益的事 有一次房州发生了超大的洪水 大水泛滥平地静默 放眼望去远处一片汪洋 周围除了水还是水 刘延辉一家人心中黄聚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不知从哪里游来了一只大龟 似乎在示意他们跟着他走的样子 刘延辉与家人商量说 龟是灵物 此时出现一定是来帮助我们逃生的 我们快跟着他走吧 一家三十余口就尾随大龟 所经之处竟然都是可以蹚过水的潜水处 就这样 走了十里路 终于到了赶爽的陆地 避免了灭门之灾 全家人惊喜交加 只是让他们不解的是 此大龟从何而来 为什么专门来救他们这一家族人 那天晚上 刘延辉梦见大龟告诉他说 早年我落难银坑 承蒙你父亲使君的恩惠 所以特地来报恩 原来是刘延辉的父亲救的大龟 福音了后代 在东晋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有一个叫毛宝的将军 他在江上乘船时 见渔夫钓到了一只白龟 就将它买下 放回水中 后来毛宝在诸城战败 准备投江自杀时 却发现身下有东西拖着 一直把他送到对岸 上岸后 毛宝仔细一看 原来正是当年救的那只白龟 白龟把毛宝救上岸 游回江心后 还回头望着毛宝 接下来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台湾 台湾最北端 基隆到金山一带的北海岸 当时发生了一件大船难 再有上百余人的大夫丸号船 在沿流海面出交沉没 被海水吞没了九十多人 十六岁的少年林青旗 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林青旗的获救甚为神奇 成了当时各大包的头条新闻 原来他是被一只大乌龟救回一命的 林青旗当时还是个中学生 往返住家和学校之间都是搭大福丸 那天是金包里的大庙会 乘船的乘客特别的多 林青旗也和许多人一样返乡赶庙会 没想到竟然遭遇了毕生难忘的船难 船只触礁沉没后 落水的林青旗处于半昏迷状态 随着海水起起伏伏 突然林青旗隐约地感到自己的身子 好像被拖起 这一惊林青旗清醒过来 往深下一看不得了 是一只大海龟把他拖了起来 林青旗紧紧地抱住海龟的颈步不松手 老海龟不紧不慢地稳稳地把他送到岸边 这奇景吸引了岸边越来越多的人 当老海龟靠岸时 岸边的人潮突然发出惊呼 原来海龟背上刻着 一元号放生五个大字 而一元号正是林青旗父亲的商号 林青旗的父亲林查某 在金包里的大街上经营一元号商铺 贩卖布装杂货在当地非常有名 就在大富安号传难事故的前一年 林查某经过当地的集市 看到了渔民正在拍卖 抓到的一只500多斤重的巨大海龟 林查某看到命在旦夕的海龟 挣着眼泪昂紧扣手地求救 心中非常不忍 当下就以巨金买下了这只巨龟 有故宫立即把巨龟运到海边放生 为了确保这只巨龟不再被人补起遭到宰杀 林查某嘱咐工人 在龟背上刻了一元号放生五个大字 据报道 早年林查某曾算过命 得知自己的寿命是60岁 就龟之后 竟然无病无痛活到了88岁 这个善有山豹的神奇故事 在当时造成大轰动 各大报纸头条都有报道过此事 2000年 在重庆金火山民林深处 一只黑夜猴和山民们演绎了一个神奇的包温故事 2000年7月底 北极山脚下的山民王志成在山林中采药 突然 咚的一声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树上落下 王志成吓坏了 正要跑开 不料 那黑东西动作非常灵敏 伸出一只手来就抓住了王志成的脚 王低头一看 哎呦 一只约两岁的黑夜猴正在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嘴里发出呜的哀鸣 他的左手正在流血 原来 这只猴子正在向王志成求救呢 王志成二话没说 抱起黑夜猴往家里赶 他为黑夜猴洗伤口上草药 黑夜猴不叫不动 任王志成摆布 包完伤口后 王志成用绳子拴住猴子 让他在物理活动疗伤 一周后 黑夜猴的伤口长好 王志成放了绳子 让黑夜猴回山去 但是 出乎意外的是 猴子却不愿离开 而且他似乎通人性 天天在王家转悠 甚至帮忙做事 早上 黑夜猴来到王志成的自留地 一有野猪 黄猴 刺猬等来偷吃庄家 黑夜猴便会扑上去一阵地大叫 呲牙咧嘴 用怒吼声吓退对方 如果对方不理 黑夜猴便猛摇树枝 为自己助威 一般情况下 此招很灵 唯独黄猴不是这一套 照样偷包股 这时 黑夜猴就会气急败坏地冲上去 用长长的黑尾巴 对准黄猴的背部 一边边使劲着抽打 直到黄猴逃走 这样 在王志成家中生活了一个多月后 黑夜猴才在一天早上悄悄地离开了王家 九月底的一天凌晨三点 王志成和所有的村民正在睡梦中 突然 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伴着惨烈的喊叫把王志成吵醒 王志成跑出门一看 咦 是黑夜猴回来了 正要上线抱他 黑夜猴却一反常态 挣脱王志成的手臂 急躁地发出惊恐的大叫 王志成看着猴子的怪异举动 却不明其异 黑夜猴于是用手指着后面的山岭 王志成转身看去 天啊 一座大山正在倾倒 山上巨大的石头不断地滚落 黑夜猴伸出长臂 一个劲地拉着王志成往外走 王志成终于明白了 飞奔回屋 摇醒妻子 拉起娃儿 跑出屋外 接着又一家一家喊门 全村五户人家共二十多人 刚刚跑出村外 大快的山石便滚压下来 只逼村庄 村民都哭了 真是好险啊 如果不是猴儿救人 一村人都死定了 死里逃生的村民 四处寻找救命恩人 只见黑夜猴站在树上 两眼望着大家 嘴里发出呜呜的欢叫 不一会儿 黑夜猴就消失在密林中 这个真实的故事 在2001年刊登在媒体上 一时广为流传 最后 再给大家聊一个 狗救人的故事 有个商人在五湖经商 赚了很多的钱 租船准备回家 他看见低岸有个屠夫 捆住了一条狗 商人心中不忍 就用高价把那条狗买了下来 豢养在船上 商人没想到 过的船夫竟然是个盗匪 盗匪进商人的行囊封后 就把船划到了隐蔽的地方 举起刀准备要杀商人 商人哀求盗匪留个全尸 船夫竟用毡子把它裹上 扔到了江中 那条狗见状 也哀叫着跳到水中 狗主闲着裹住商人的毡子 在水中与商人共沉浮 漂流了不知有多远 直到遇上浅滩才停下来 后来 这条狗从水里游出来 到有人的地方一直还飞 人们感到有些异样 就跟了过去 最终商人得救了 商人另顾船夫 在他返回五湖寻找盗匪 但上了新船后 商人却发现 救他的那条狗不见了 心中觉得很难过 商人回到五湖的码头几天 都没有发现盗匪的船 却恰巧遇到了同乡的商人 便决定和他一起接班回家 看上船后 突然狗跑了过来 对着商人吠叫 然后转身就跑 商人下船追赶 见他奔上了一条船 咬住了一个人的大腿 原来被咬的那个人 正是先前的盗匪 盗匪的衣服和船都换了 所以商人一直没有找到 但那条狗却认得他 商人过来数人把盗匪绑住 然后在船上找到了 自己被抢走的钱物 商人非常感谢那条狗 这四个善行得善报的故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